金正恩揚言用核武 演七月要終結朝鮮 美中領導計畫近期通話 希望雙邊會談 共和黨人 你禁止非公民投票 影響選舉結果 六萬年已遇 會星橫掃北京 不祥之兆 大陸夫婦 在台拔光復香港旗幟 遭強制出境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聽收看希望之聲TV新聞速遞節目 我是林希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4日星期五 請您在節目開始之前點贊訂閱希望之聲的頻道 同時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最新的消息 親愛的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結束後 我們會分享一位健康520用戶的真實故事 他有家族遺傳的高檔固醇問題 服用三高代謝保後 檔固醇從160降到了12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類似健康困擾 千萬不要錯過節目結束時的這段分享 下面來看今天新聞的詳細內容 韓國1日為了慶祝國軍日 舉行大規模閱兵儀式 首度公開展示 有怪物飛彈支撐的玄武5號鑽地導彈 這款武器可以打擊平壤當局 為金正恩打造的地下掩體 玄武5號將成為下族北韓的核心武器 4日 金正恩警告 若主權受侵犯 將毫不猶豫動用核武 據韓國媒體《朝鮮日報》報導 被稱為怪物導彈的玄武5號是常規短程彈道導彈 具有僅次於戰術核武的破壞力 是傳統武器中威力最強大的導彈 彈頭重量達到8噸 是世界上最重彈頭 號稱足以將平壤軍隊指揮部以為平地 韓聯社TV記者說 僅用一顆飛彈的威力 就能炸毀 隱藏在地下超過100公尺的北韓指揮部掩體 被評價為 可以威脅金正恩政權的武器 最近 以色列用於打擊真主黨的BRU-109硬化穿透炸彈的彈頭 重達870公斤 可以破壞地下60米內的結構物 若從彈頭重量來看 玄武5號的威力 是BRU-109的10倍左右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當天的儀式上表示 如果朝鮮試圖使用核武 它將面臨我軍和韓美聯盟的堅決壓倒性回應 那天 將是朝鮮政權的終結之日 同天 美軍一架B-1B轟炸機在韓軍F-15K戰機半飛下 進行低空飛行的表演 作為首爾和華府安全聯盟的展現 這是該款戰略轟炸機首次參加韓國國軍日活動 尹錫悅在演說中 還敦促朝鮮 放棄核武可以保證其安全的幻想 他說 建立在敵人善意基礎上的虛假和平只是妄想 歷史證明 維護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強我們的實力 讓敵人不敢挑戰我們 4日 據路透社報導 金正恩批評演習月 在本月1日的國軍日紀念活動中 揚言終結 北韓政權的言論是在破壞區域安全與和平 金正恩表示 如果敵人試圖使用武力侵犯主權 朝鮮將毫不猶豫地動用一切可用攻擊力量 包括核武器 隨著中東局勢升級 金正恩的言論讓朝鮮半導局勢再度緊張 朝鮮是否會真的動用核武 對此 台灣立志協會執行長龍華科大助理教授 法學博士賴榮為表示 我覺得他不會動手啦 我覺得他就是在玩弄這種戰爭邊緣策略 他的信用現在已經有點瀕臨破產了 他不會動手 他這個就是一種威脅 一種嚇阻 但是他實際上他動手的意願不高 因為第一個他動手不見得他能夠符合他要的目的 他的利益 如果說這個以北韓領導人現在的北韓的實力 如果動手的話 他不見得他就能夠把藍痕打下來 不過 賴榮為也說 當然不排除 金正恩可能因為身體健康不佳 或者腦袋瓜突然不理智 存心想要冒險 也是有這個可能性 據《美國之音》報導 韓國總統辦公室表示 尹熙月2日與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進行了首次通話 同意兩國 需要與美國採取聯合行動 應對朝鮮的威脅 兩位領導人一致認為 韓國 日本和美國需要團結起來 對朝鮮的持續挑釁 作出回應 報導說 尹熙月將改善與日本的關係 並與美國共同建立三邊安全合作作為外交優先事項 並棄因日本戰時歷史造成的多年來的敵意 而早在9月初 據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報導 韓國與美國海軍陸戰隊聯合進行了一場 代號為雙龍二字的軍事演習 這次演習 共動員了韓美兩軍 1萬3千名士兵 以及4艘兩棲登陸艦 共有40多艘軍艦 和擁有師級規模的登陸部隊參與此次演習 這一演習 是以對朝鮮發動進攻為前提的 極端魯莽且極危險的軍事行動 對此 賴榮偉認為 為了抵禦朝鮮每一次破壞 做一些讓國際社會頭痛的事情 包括核武 釋爆 飛彈 試射這些 美國的第一要務 就是要與盟友展示他的軍事實力 第二種做法 就是透過多邊的方式 比較會是經濟方面的制裁來講 第三個 那當然就是說 美國藏起來的做法就是說 美國在宣傳上 在整個國際社會的 這種認同度裡面 北韓就會被鑑定 被世界多數的國家 國際社會認定說 他就是一個破壞國際秩序的 甚至就是一個流氓國家 那這個會透過所有的媒體 輿論 會建構這樣的一個定位 然後希望能夠喚起國際社會 對北韓的這種破壞國際秩序的行為 最後 賴榮偉強調 朝鮮的目的是要國際社會的焦點 再度回到他的身上 他也許他不想鬥手 但是他是讓整個國際社會 讓南韓日本這些附近的國家 感受到一種瀕臨戰爭的一種危機跟壓迫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手段 來逼迫大家來跟他談判 來獲得他所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戰爭邊緣策略的一個精髓 以上是新網之聲TV記者 傅林採訪報導 美國之音引述 命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美中計劃在未來幾天內 安排最高領導人通話 即將舉行的美中首腦會談不會恢復雙邊關係 現在美中政府習慣性的各說各話 包括高層雙邊會談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 也限於為雙方國內觀眾的表演上 9月底 美中最高外交官員會面後 外媒引述不具名美國官員透露 美國總統拜登未來幾天將與中共黨魁通話 可能落在本週 是兩人繼今年4月後再度通話 官員表示 中共在戰爭中對俄羅斯的支持 包括芬太尼以及人工智能安全風險 將成為關鍵議題 而就在中共向太平洋發射洲際彈道飛彈之後 拜登政府緊接著宣布 對台的軍事援助高達5.67億美元 先前王毅就曾向布林肯 就美國對台武器供應提出異議 預期台海也是雙方焦點 專研亞太戰略安全議題的美國智庫 東西中心資深研究員饒益 在外交官網站上分析說 美中首腦會談 正在展示領導人管理美中關係的能力 以及表現出敢指出對方的不良行為 當然 偶爾也就一些問題達成溫和合作協議 不過這些合作協議都很脆弱 很容易撕破 中共的行為 包括核武器建設 經濟脅迫 網絡盜竊 干涉別國內政 在南海擴大領土主張 以及威脅對台灣使用武力 都讓美國人對大洋彼岸的中國感到擔憂 美中領導人在大選前夕通話交涉 另一陣營 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被問到台海議題時 則點出 中共面臨到重大經濟危機 先前 川普曾喊話 在他任內 不會發生兩岸戰爭 近期 美國商務部發布新規 禁止在車輛安裝 中國軟硬件設備 以及對中半導體禁令 貿易關稅等 都可能在代席通話中討論到 儘管非公民投票已經是非法的 美國八個州仍要求立法禁止非公民投票 民主黨人否認存在選舉欺詐或淡化其嚴重性 淡化非法移民的問題 指責共和黨人小提大作 意在推翻可能失敗的選舉 預計這些州中 可能有兩個州將左右選舉結果 一些尋求修改州憲法的措施將出現在11月5日的選票中 川普表示 非公民投票可能會影響選舉結果 如果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將主要修改州憲法 明確規定只有公民才能投票 批評人士稱 鑑於在這些州 非公民投票已經違法 這一修改不會產生什麼實際影響 這些提案 將11月出現在搖擺州 北卡羅來納州和維斯康星州 以及共和黨佔主導地位的愛達河州 愛荷華州 肯塔基州 密蘇里州 俄克拉荷馬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選票上 民意中的修正案 是本次總統大選中的最新一輪攻勢 其中至少包括8起共和黨人挑戰選民登記程序的訴訟 還包括眾議員共和黨多數派試圖通過這一項法律 要求美國人在登記投票時 提供公民身份證明 目前 美國有17個地區 其中包括民主黨大本營 舊金山和華盛頓特區 允許合法的非公民在地方選舉中投票 但不允許在聯邦選舉中投票 川普在9月11日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的辯論中說 很多非法移民入境 民主黨試圖讓他們投票 這就是為什麼民主黨允許他們進入我們的國家 美國眾議院監督選舉委員會的民主黨高層代表約瑟夫-莫萊爾 在最近一篇MSNBC評論文章中聲稱 川普散布的關於非公民投票的謊言已被多次揭穿 但共和黨人一直試圖在選民心中製造一種焦慮 以便為11月提出選舉舞弊的虛假指控奠定基礎 中共高調慶祝 見證75週年之際 一顆6萬年一遇的彗星橫掃北京上空 分析認為這是不祥之兆 來看報導 10月1日國殤日凌晨 有網民拍到 6萬年一遇的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從北京上空橫掃而過 視頻可見 一顆拖著尾巴的彗星 也就是俗稱的掃把星 在北京上空 快速掃過的同時 天空出現一抹奇異的光束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6萬年一遇的彗星 在中共建政日出現在北京的上空 當然不是巧合 因為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 在過去的傳統文化之中 彗星它都被視為是一種不祥之兆 都是意味著一種災難動盪 或者是特別針對著軍王 國王而來的災疫象徵 唐靖遠說 中共一直用無審論 對百姓進行洗腦和欺騙 實際上 中共歷代的黨魁 都對天人相應的文化 對這種歷史非常相信 比如1976年 東北出現隕石雨 毛澤東等三巨頭在那年去世 10月中下旬 這顆彗星將再次從北京上空掠過 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說 這個彗星掃過 按傳統文化講 一定對應著當權者 如果不加悔改的話 就非常危險 對於百姓來說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專制集權的負面 是給受欺壓的百姓有一個新的生機 自媒體人李沐陽表示 這可能應對著 中共已經發生了兵變 或者是將要發生誓殺等等這樣的情況 而事實上 從中共三中全會到現在 中共的官場 確實有一系列無法解釋的詭異現象 詭異的 讓人不能不做出類似陰謀論一樣的揣測 10月1日 是中共篡政75週年 黨人團體在西門廳舉行十一行動 除高舉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宣揚藏獨 台獨 疆獨等裡面 以對近日來臺灣旅遊的陸客姚姓夫婦 拔起旗幟丟在地上說 今天是中國國慶節 我不允許有這種旗插著 陸委會表示 不歡迎不知自眾的遊客 移民署3日表示 這對姚姓夫妻違反大陸地區 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的規定被勒令離境 中午搭上飛機 返回大陸 臉書影片顯示 當天下午 一批在台港人集會 樹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色旗幟 現場聚集約20人 兩名大陸遊客 將樹立的旗幟 拔起丟在地上 一名男子高喊 今天是中國國慶節 我不允許有這種旗插著 雙方發生衝突 這名男子繼續喊 臺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臺灣 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旁邊人則回嗆 臺灣是臺灣人的 香港是香港人的 警方介入上前阻止 並要求二人離開現場 公開數據顯示 處分違反入境事由的陸籍人士 並非近年首次 自2019年4月起 包含大陸學者李懿 東南衛視兩名駐臺記者都曾被臺灣政府下令離境 此外 旅居日本的大陸網紅王志安也於2024年初 來臺灣上賀龍夜夜秀節目 影射身仗者 批評民進黨選舉策略後 被移民署禁止五年內入境 至於未經許可入境 則有數字投奔自由陸籍人士 尚在司法審理中 這期的新聞速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分享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下面是廣告時間 大家好 我們每天都收到許多來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饋 今天分享的是來自西雅圖的王小姐 她有家族遺傳的高檔固醇問題 服用三高代謝保後 她的膽固醇從160降到了120 王小姐說 我那個膽固醇啊 有的時候就到了150、160了 我這次吃了這4瓶以後 我就降到了120 因為吃了那個美國的那個膽固醇那個藥也沒怎麼降 另外我也聽說那個膽固醇那個藥比較傷肝 另外這個膽固醇呢 帶著這個肝功能也高原來 那我後來那個肝功能從25就降到17 就17就屬於正常了 然後我們先生呢吃健康520 他這個血糖啊就9 打針吃藥就都下不來 就是上個禮拜她說 哎呀終於到了7了 上個禮拜我們先生去看的那個糖尿病那個醫生 然後那醫生就說 哎呦最近等著了去斷練身體了 他早沒跟他說他吃這個藥 但是他心裡就明白 他膽固醇也掉了 外的膽固醇它現在只有81億 所以一般這種健康產品它都是補充品 它都不掉藥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三高代謝寶不僅針對三高問題 還能調節內臟功能 幫助身體恢復平衡 提供長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您也在尋找一款天然的解決方案 不要錯過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 zod題的過令 阿明 尼 說 您 ario 阿正 不 多 當 天 有 容 感谢观看